Hello 一身紅頭的你 坐在我面前 其實自從上次針獄 或者我們看《全民造星3》的你 都很感受到你那種重新上路 和探索不同的東西 因為上次你也有跟我們說 好像找回自己的初心 亦都不想放棄 今天就要上來介紹你的新歌 亦是另一個面向 《怪物》 沒錯 KUKU 深受Version 是否意味著即將會有其他Version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會不會有怪怪Version 不知道 這次也有自己參與創作 先由過程開始告訴大家 為何想寫這首歌 又或者我們感覺到 是你另一種曲風的新上司 哪一種是貪心想試新的東西 還是說內心的慾望 其實整個靈感 我上年開始就有年尾 差不多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很想試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一直在比賽的途中 都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亦都想給大家多些面貌 讓大家感受一下 原來Mischa可以做不同的東西 很多新上司 每一次都很想給大家驚喜 所以當我和公司開一個會 說這首歌應該怎樣去做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想法 嗯 做一些跳舞的東西 這是我們第一個決定 之後我就覺得 如果跳舞的東西 如果叫我跳得很漂亮 或者真的好跳舞 我又好像未能拿捏到那件事 什麼叫做真的好跳舞 跳到身上身寒的嗎 我跳不到Joyce跳得那麼漂亮 她真的很專業 但是我自己自問 就沒有這個專業的 沒有底子 所以我就做一些奇怪的東西 也覺得 怪物 我看完一個Sweet Home的漫畫 我覺得很有趣 它裡面說到 人是因為墮落了 所以裡面的靈魂 想引誘它 開始一個革命 想引誘它們 入了自己的潛意識 就是一個很美好的世界 當你入了潛意識很美好的世界 其實你愛了 已經變成一個怪物 很棒的就是 它竟然將那種 我們以為是貪婪 或者是一些不要得的慾望 變成動力 去改變 然後很好笑 我覺得它們變成怪物 原來之後 一段時間 它做到它的目的達到 那個慾望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簡 變成一個簡 變成新人類 新人類的時候 完全沒有感覺 我又覺得整個漫畫很有趣 你自己反思 我要不要變呢 我就在想 其實怪物這件事 可以是好 可以是壞 男主角他拿捏得很好 他中間那段過程 他用了那股力量 去幫他整棟大廈的人 去打那些怪物 因為他的治癒能力很厲害 我就在想 其實我們現實世界裡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慾望 成為一個動力 令自己為了想達到這件事 而變得更加強 所以我在寫過歌的過程 其實都很有趣 我們一組的想法 就跳舞歌 第二個想法 我又是跟我的好朋友 波多野儒介 一起去寫 波多野儒介 很喜歡叫我 你先想到一個想法 然後我們才去想音樂 上個字也是這樣 沒錯 要我開始寫一些詞詞 其實我那時候 你也知道 如果我寫廣東話的話 有點難度 所以我第一個歌詞就是 你是怪物 的國語 你是怪物 本身的demo是這樣的 就開始由那裡引發出 由 chorus 開始寫 然後就回去寫 verse 然後就在說 一邊說心裡的一些感覺 就是 是否好不好釋放這隻怪物出來呢 我們其實不要抑壓太多 抑壓太多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 不如我就融入去 融為一體的時候 就變成更好的動力 然後畫面有沒有 現在是MV看到很漂亮的 你 頭飾 還有指甲 還有我看到蛇 蛇那裡我自己也嚇一嚇 這個MV的創作 你自己有參與多少 還是你的感受又如何 這個MV是 初初和阿Dee一起聊回來 阿Dee自己有些idea 之前跟她合作了 也有兩隻MV 我很相信她 其實他的想法是她想出來的 然後跟我分享 我就覺得 挺好 我也挺想做女王 原來不是你的慾望 都是我的慾望 而且阿Dee就看穿你的心臟 看穿了 因為回想一下 我在MV裡面 我真的收集了四個男主角 嘩 我想一下 這是你的慾望 大家再看葉巧林這首歌的MV 有一個功課要做 究竟裡面有多少東西 屬於她內心渴望已久的東西 現在阿Dee就把她變成了現實 沒錯 誰不喜歡 姐姐喜歡 看到漂亮的男生 都很想收藏他們 阿Dee有沒有被一堆照片 我一早就是這幾個了 想定了 想定了 那時候就馬上打電話給 真的要多謝她 Mike在這裡 一定要多謝她 真的很好 一個電話打電話去 問她 可不可以幫忙拍MV 做我的男主角 她很快就答應了 也要多謝她幫我陪我跳舞 這麼多的節目 新水新汗 她又要練些巴雷舞的步驟 其實當日是很熱很熱 她都這麼有心 跟我一起去捱 整天的脫水狀態 所以我真的非常多謝她 我又覺得我們的Chemistry很合適 她又很貼切這個角色 她在MV裡面的角色就是一隻零鹿 這隻零鹿代表著森林裡面很清潔的東西 很順的東西 很順的東西 我這個女王 看到她就很想收藏她 所以收藏了她 就進我的行李箱裡 我又想說剛才Oscar的歌詞 蠶食我吧 然後到最後 零鹿其實也有慾望 她的慾望就是要收藏我 所以她就收藏我進行李箱裡 互相都有 看看什麼時候在裡面的深獸爆出來了 沒錯 那條蛇呢 你還沒說到那條蛇 那條蛇呢 這是阿Dee的想法 其實蛇 也很驚訝你 也很驚訝我 因為我看第一剪 我看那剪的時候 哇 哇 蛇很恐怖 因為頭幾秒 蛇已經出現了 我也自己尖劫出來 因為我覺得很厲害 當日拍MV是沒有那條蛇的 大家放心 是他們之後去拍的 但我覺得這條蛇的圖片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我要離遠看的時候 我覺得太近看了 我也是 即是他們在Casting方面 我覺得下了很多功夫 Cast Gracie Cast 先把蛇 好厲害阿Dee 因為蛇的人的感覺很奇妙 很詭畢 所以放進去到 還有蜘蛛 還有零鹿 在MV裡面都有出現過 其實我們跳舞的時候 我們在一間很小荒廢座的屋裡 其實跳到某一部分 我記得有一隻蜘蛛跳出來 這也不是預計了 不是預訂了他做Cast A Fair 沒有 然後我有另一個鏡頭 是在行李箱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後面已經有一隻很大的蜘蛛 然後我就不動 他不動 然後就繼續做那場戲 嘩 你真是魔性靈架 他們全部人 被人摺住了 不動了 Sanna說我是大地之母 叫所有昆蟲出來 大家可以如果未看的話 就上網看看Mishael這個 都充滿黑色味道的MV 但你的造型是很漂亮的 要多謝我的StylusEllen 還有頭髮的Milk和Cyrus 他們化妝又很漂亮 有黏了石頭 然後造型有很大的觀 我今天也帶來了 IG的朋友可以看 只是經濟 但其實很漂亮 是啊 摸足你 他是一個 戴不到現在 他是一個膠 我突然又沒有戴 待會讓你戴一下 我也暴露了我心底的慾望 而且他很漂亮 在布拉格裡 訂了一個手套 每隻手指都戴著他 這個在東歐訂回來的 對 布拉格裡訂回來的 很厲害 應該給你戴一下 多謝 多謝 滿足了這個慾望 最後這條問題 都是來自IG的朋友 你什麼時候再有直播給大家看 還有什麼時候出唱片 你都存了一些歌 有想的 有想的 在計劃 很快 希望可以滿足到你們的慾望 哈哈